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蜗牛载窘途,我是岛主 之前有网友私信我问我房车水电是如何解决的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房车是有水有电的 像我这个蜗牛3号,它的水配的是120升的净水箱,80升的灰水箱 电配的是600瓦的太阳能电板,300安时的胶体电池,2000瓦的逆变器 那它的日常用电也是有的,那有的时候我们遇到连续的阴雨天,或者我们用电比较多的时候,电不够用了 我们去哪里充电,电怎么解决,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通常充电的地方,就是我们会买一个转换接头 就是在汽车充电的充电桩,买个转换接头,直接转换成我们这个外接电源可以插上的插口 那就可以充电了,扫码付费充电 还有一种充电桩是380伏的,280伏我们直接转换接头就可以了 380伏如果我们想用,那我们还需要一个变压器,把380伏变到280伏充电 这个目前市场上也有了,可能品牌不多,可选性不是很多,但是也有 然后再说一下我们的加水,加水其实更好加了 最常见的就是加油站和服务区 我们去加中式化和中式加油的时候,都可以在那边接水,而且有些加油站都直接有个水管给你加的 方便搭货车加水,那我们这种车的水管都是自来水的,直接加到我们这个水箱里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就是服务区,服务区可以加水的,那可能有的时候那个停车场离那个加水的地方比较远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拿一个水桶,拿水桶来回街,那也可以再买一个漏斗倒进去,也可以买一个12伏的淋浴器 它就是一个抽水的功能,就是类似一个微型水泵,直接把水抽过去,也挺便宜的,几十块钱 还有就是我们接水电的,还可以去一些大排档啊,路边店啊,去吃饭的时候跟人家说一下,接个电,充个电,然后加个水都可以的 那包括我们这批就是团购的小伙伴,我们这个蜗牛3号的小伙伴,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啊,你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就是它这个充电的,如果你要慢充的话呢,就电池是好的,它可能是20A的吧 那快充呢,它有个30A好像还有50A,60A的,就是它可以这个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充电 那这个电流比较大充电就快,那这个可能对电池不太好,但是如果我们着急用电的时候啊 我们把那个说明书看一下,就在那个逆变器的控制面板上,按一下就可以了 把它调成那种快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会充的电池会充的快一些 因为之前它那个电池已经都设置过了,比如你是锂电池就是锂电池,三元铁力就是三元铁力 零酸铁力就是零酸铁力,或者是你是那个千酸电池就是千酸电池,交替电池就是交替电池 所以说,我们外出游玩的时候啊,其实水电是很好解决的,那尤其我们的那个用电 那用电呢,就是说基本上,像我这个配置啊,320电池,六元瓦碳电板 那这种配置呢,照明,然后抽烟机,然后日常的手机充电,电脑充电都够用了 没问题,妥妥的 那如果你要再用其他的,可能就不够用了,这时候你可能还涉及到行车充电 万一不够用了,你行车充电还得补充一下,过日子就要这个精打细算 用电要精打细算,你像晚上我那个如果不在营地 我开灯,我只开着一圈这个,这个,小射灯 这个射灯呢,一个就一瓦 基本上后半部一开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七个也就七瓦 前面一开呢,也就是一二三四四瓦 所以呢,亮度也够了,亮度也够了,然后呢,又省电 如果你电力充足的话,你灯就多开一点 用水也是这样的,很多小伙伴呢,之前给我反馈 我们前两天踢车的一个车友跟我说 洗个碗,做个饭,洗个澡就用了一箱水了 他还像在家那么用,那肯定是不行的 你比如说,我们通常外出的话,其实我们都很省水了 就是说,我们比如洗菜的水 那洗菜的水,通常我们是不扔的 然后呢,会把它放在那儿 包括头米的水都不扔的 干嘛呢?就是用在吃完饭之后的洗碗 玩洗一下,然后呢,再用清水冲一遍 这样就可以了 洗澡也是有技巧的 之前分享过几个车友了 就是,把那个水先打湿点头发 然后就是那个洗头膏嘛 打一下,然后把头打起泡泡 然后呢,开始拿水冲身上 冲一下,冲湿了,然后开始打沐浴 沐浴打完之后呢,就开始冲头 毒冲完之后冲身上 冲一下之后,基本就洗完了 这样的,很省水的 我算过,我基本洗一次澡 觉得用上十升水 基本我感觉留个六七升就够了 这种洗法,也洗赶紧了 因为你前面嘛,不用用太多 后面冲嘛,自己冲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这个温宇三号用的是一个日本进口的一个花萨 它这个增压一键止水工程 而且这个就是说,又节水 然后呢,压力还大 所以相对效果还好一点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喜欢房车的小伙伴,别忘了点点关注 那今天就到这里,拜拜 啊 啊 二